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对啊 演艺处这个小世界的不是个126级的民国家庭苦情剧吗 想的是一个长得很喜感的女主嫁给了英俊但花仙的男主经历了很多风浪 最后女主以她自己的温柔让嫌弃她的丈夫凡然醒悟 让挑起的婆婆认同最终走向和美生活 怎么会产生最召唤宿主的怨气 而且温柱是女主 咱们不是只穿女配的吗 哦 主系统有个提示 原来是遇到穿月女在搞事情了呀 穿 穿月女 一些人阴差阳错之下会穿入自己看过的书或者 影视剧的世界中 参与剧情改变历史 更有甚者 直接将原本的主角取而代之 却不至于 这会带来世界崩溃的危险 这个叫白亭的穿月女 引诱原著中的男主良裙 后悔终生了 就让我这个前辈来教教她 有什么是小孩子不该玩的吧 哇 这就是梁家吗 以前只在电视剧中看过这种真正的民国豪宅 您夫人不会生气吗 啊 上次是她不懂事 我已经说教过她了 能遇到你 是最幸运的事 电视剧中饰演梁群的演员是我粉了很久的洛逸 所以才一口气把那个又臭又长的剧集追完 这个梁群虽然性格我不是很喜欢 但她的脸和洛逸一模一样啊 我一定要把洛逸从那个女人手里抢过来 王妈 给小婷多准备一些茶点和西洋点心 那个女人也不足为据 毕竟我知道剧情对付她轻而易举 这可是新传进来的西洋点线 你尝尝 不就是个蛋糕吗 加上水果巧克力 放进冰箱才好吃 这样太腻了 那是什么 就是把巧克力降临上去 这可是我的独家创意 你把茶给老爷和客人送上去 哎呀 夫人 您今天怎么起来了 还是多休息吧 说吧 怎么了 老爷他 老爷他居然把那个歌女带回来了 夫人 您还是别出去了 我这人吧 就是心定善良 不搬弄是非 我的妈呀 宿主的心情病越来越严重了 但既然人家都打到家里来了 那我剁只爪子当午餐 又何妨 要不就这间吧 还是这间呢 我就知道 难道连泄魔的咖啡都没有吗 这种酥饼也有人吃 那边的夕阳中太挡阳光了 不觉得有些乱吗 来两个下人 给我搬开 放下 哦 白小姐和梁家是什么关系 看起来倒比我像个主人 哼 没有品味乱摆放 还不让别人说 我也是为了你好 群哥 我可是看过很多国内外角室内设计的书 他连这点意见都不接受 没资格说他 我都有资格了吗 把他破终挪开 老爷 这可是拜生前不让动的东西 要是被母亲发现换了地方 哼 母亲也许 哎呀 财政部的师叔 今晚可是要来做客的 他要是问起 算了 白小姐既然想搬点东西 就把那个花瓶挪开吧 放在一起 磨石不打 这下白小姐 该满意了吧 不打 你是在嘲讽我 还是把我当小孩应付 白小姐 适可而止吧 小天 那个 确实不能 你 苏姐姐 我也就是说话直了点 你千万别生气 这些可是我自创的护肤品 也让你长长见识 我们不注意仪表 这可是让群哥在外面丢了面子呀 姐姐 姐姐 长得丑也不能放弃啊 你不怕群哥晚上看到你吓跑啊 嗯 哎呀 你这珍珠粉品质 未免也太差了吧 窝上下人用的也比这好呀 去 把我放在杂物间那些珍珠拿来 你 你这是羞辱我 你说的什么话呀 这些也是我娘家陪嫁过来的 天哪 居 居然是真的野生珍珠 上辈子在茶宝买的珍珠粉不是假的 就算不错了 还那么贵 既 既然是苏姐姐好意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 既然白小姐不惜恨我这破东西 就不脏你的手了 显得我没见识 白小姐啊 以后别做这些玩意儿 品质还不如拿好茶敷敷脸 我娘家也是名门望族 以前宫里那些护养法子 应有今有 不如我给你些材料便宜的 我一点也不稀罕 什么钱啊 雷奈儿 迪奥 我会没见过 那就好 别漂漂凉凉一张脸 却给劣质品弄毁了 白小姐 如果今天你只是来给我送这些垃圾的话 那我就送客了 你长得这么丑 还敢教育我 我还以为白小姐虽然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哥女 但至少知书达理秀外会中 结果 太让我失望了 这种人 让我如何接纳 王妈 送客吧 君哥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怪我蠢 总惹苏姐姐生气 苏绿夏 你给我站住 告诉老爷 我怒火攻心得了重病 得休养一阵子 是 夫人 宿主 你怎么这么轻易就放弃了 我不过是找个借口 不出门而已 拿来吧 会得为自己准备个傍身宝贝 明白了 宿主打算自己造个孩子 登登 鼠鼠的私密斗巨之 怀孕时 奴依子回宫 你 我要的是减肥药 我可是公鼠啊 怀了怎么办 这个药效 看起来挺强的 苏绿夏 你像什么样子 滚出来 老爷 夫人方才都气病了 在床上起不来 您先别进去了 你有本事 你这辈子别出来 他不把你放在眼里 那就和他离婚 谁怕谁啊 那样苏家不会善罢甘休 最好是病死 那苏家也不能怪我再续嫌了 只因半惨的 辗转过一生 谁能恋我已失落 只因半惨的 辗转过一生 谁能恋我已失落 你赌我 不甘的魂 若我再失为怨 饮一杯苦涩 毒针 会忍断千世缘 风雪中 情河 若我轮回重生 问旧一壶 悲欢千枕 我总恨 他千年言尘 看那细空城 醉梦谈复生 谁借我已强增 斩断千世缘分 老鼠苦疼 飘渺度半缠 散生逝刻这爱恨痴缠 千里总行 只为不负此生 轮回的人 迟迟的灯 总是虚欲信封 我会绣把酒分 换季度的穿 谁借我已强 恨赞 梦只听雪上 我此生不顾 这红尘